你是外食豬 常常没时间下厨吗 那你一定要收看这一集哦 因为这一集是 外食便当大评比 GO 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又回到教练 我想减重的单元时间 首先先让我们欢迎健康教练 哈喽 大家好 因为这一集是外食便当大评比 所以呢 我准备了三款的便当 想要请你评估看看 适不适合减重的朋友吃 第一款是咖喱饭 第二款呢是卡拉鸡饭 第三个是烤鸡腿饭 那在开始之前 教练有没有一些 挑选便当的 配方可以教大家 挑选便当其实有三个 大家可以注意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青菜量的多瓜 因为青菜相对食物类比 总它热量最低 所以如果你那个便当 青菜量越多 我们整体的热量也比较低 第一个就是我们煮菜 烹调方式 我用油炸的方式 它的热量也比较高 那第三个就是看整体的饭量 分量越多 它的热量也比较高 那我们现在呢 一个一个看这便当 是不是适合减重的朋友吃 第一个的话是咖喱 我们可以看到咖喱饭 青菜量有一些红果果丁 大概只有0.5分的青菜 煮菜的方式 要光是煤煮的肌肉 它是可以的 这种圆形的便当盒 饭量大概4分左右 但是不要忘了 咖喱没有什么东西 马铃薯 对 没错 马铃薯也是属于淀粉类食物 加上咖喱的酱汁 也有一些淀粉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整体的淀粉量大概有5分左右 是比较多的 那第二个卡拉鸡饭 它其实只有两个青菜 比刚刚的咖喱饭 多一点点 大概有一份的青菜 因为有煮菜的烹调方式 它是用油炸的 热量相对有比较高 油炸的跟非油炸的 其实热量可以差200到300大咖喱 这种木盒饭量来讲 大概有4分到5分 卡拉鸡饭是油炸的 所以热量在700到800大咖喱 哇 好高啊 咖喱其实热量也不低 大概有500到600左右 那第三个看起来很健康的烤鸡腿饭 可以看到花椰菜边小白菜 那要提醒大家 南瓜其实不属于蔬菜 属于淀粉的 这个便当大概也是只有一份的青菜料 它的煮菜烹调方式用烤的 其实是算健康的烹调方式 但是如果在减重过程中 先把皮去掉 以这种圆形 比较大一点的扁明的便当 它的饭量大概有6分淀粉 相对刚才那两块是比较多的 烤鸡腿饭它用的是植物 植物植物可以阻止吗 它的膳脂纤维 它的营养素是比较多 比较健康的 但是跟白饭的热量是一样的 不能说我吃植米 就饭量可以增加 还是要控制分量 听起来 这三款便当都有一些NG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今天呢 还准备了第四款便当 烤鸡胸肉便当 看看这一款是不是更适合我们珍重的朋友 第一个看起来青菜量 这四个都是属于青菜 加起来大概有1.5分的青菜 比刚刚那几个青菜量好多 赞窗户 第二个看主菜 工调的方式 用烤鸡胸肉 加上它有去皮 所以它的油质量是相比较低的 那第三个就是它的饭量 饭量只有扁扁的一层 所以整个饭量大概只有三份淀粉 整个来讲算是蛮适合 减重糖好来吃的一便当 大概有350-400大咖左右 其实用油量蛮少的 分量其实刚刚好不会太多 减重来讲也不会说吃不好 那教练想要请你为这四款便当大分 所以评分的标准就是意义 他们适不适合减重的人 1到10分你觉得可以给几分 最高分的应该就是鸡胸这一个 大概有8分左右 其实很适合减重的朋友来吃 第二米我可能会给烤鸡腿 但是提醒大家可能饭量减半 第三米其实有点难分 皮去掉它就可以变成第三米 分数大概落至6分左右 它这个因为它的淀粉量是高 青菜不够 所以其实在减重的过程中 可能比较容易建议 建议减重的朋友 其实也比较水煮 比较清淡的一些料理 青菜量只好够 其实就容易有饱足感 那我们今天呢外食便要大评比 到这边告一张落咯 掰掰 拜拜